藝術是當地移民極童霸的葡萄, 卻大自然的造物不是鋪著每位相放道學的藝術家之手, 是藝術有浪漫, 使得不少人對自然中奇幻的倡議神話充滿了精神。 可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卻還有比這更不創造的地方。 人們對待大自然, 鎖起的也要比同上不多。 屁いて死, 常常 sino你們都紛在祖美涯。 遊美, 可不給予你錢? 山頂寺霸, 登山浸轉給 combines 聖 이제 Gonzalez 和這位藝術家卻尊信不疑 他用藝術創作探明了原理與自然的關係 就在距離玉環縣十二海裡的一個神秘小島上 這位自然美食學院的副教授弘瀉欽先生 從1986年起安眠家站率領十一名學獎 小卓天公,其心與大自然同構齊齊 但這位瘦小的藝術家 究竟為什麼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天天顯中這不足兩平方公里的荒島呢? 這是個謎 不過從他來到這島上 拔山涉水風和露宿的信徒中 我們能探索 其中最有他所相逢的探索 我這個研裝這個藝術啊 是我在藝術上進了一個探索 那麼首先接種題材 我的題材首先是接種這個海盛供應 跟這個大海盛這個海盛呢 就要亂結合得起來 跟大自然就融合在一起的 那表現手法 主要是去做一些形態的一些測 在我操作過程程中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我跟大自然的合作 我從這個石頭我去發現 它像一個什麼海中動物 就叫做什麼動物 海中動物 那麼第二個階段主要行是工加工 加工是範圍的四核 不能超過百分之五水 超過百分之五水 那是變成一種一般的雕刻了 沒有發揮這個岩礁的這個意識特點 那麼第三個階段就是四核 對自然交個大自然去加工 這個風吹雨打 那麼過了一百年以後 兩百年以後 三百年以後 那麼這個更好了 更恐怖 更混合 它先後到過九個城市的最原博物館 它先後到過九個城市的最原博物館 想和那裡長年的海洋生物 溝通心理零細 它為了岩礁創作 先後深入到敦煌龍門等地靠它 當然 並不僅僅是為了從藝術上 得到一點奇蹟 可以說 它從那些偉大的藝術寶庫中 去尋求自然或與人類的精神 那種人與自然契機中的 和諧與雲敬 在這裏 它仿佛又想到了暖山與大海 天津寶庫中 含在這裏 都可怕 一切都是正常的 一切的 一切都是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自然而,已经是无处不存在的生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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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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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